SBL SBL已經是職業球隊了 主要因為他的收入就是來自於球團 我一直覺得不是什麼辦職業 既然是你主要收入來源 那就是你主要的職業了 應該就是全心全力投入在球場上 說真的我上一次看 台灣的是看文綺的比賽 然後他就回來然後就拿了30分 我就覺得其實女藍也許在台灣 不管是成績或是什麼 他們其實不輸難難 那他們只是大家比較可能沒有去注意到困難 就是你稍微看一眼 你會覺得他們打球的態度 其實是不會輸給男生的 我認為球員的環境也沒有不好 其實這幾年這樣看他們的收入什麼的 我們那時候的收入都已經算不錯 如果以出社會來講 我覺得他們真的要珍惜 那就是大家互相獨處吧 每個球隊互相獨處 讓比賽更精彩一點 對啊 說真的這一年大家看的都是ABL 像ABL它就是國家對國家 然後它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我覺得它的精彩程度就是 你一轉過去你就會想要看一階了 那我覺得這就是 SVLP需要趕快去調整 球團方面一定要做改變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能怪球員的 球員永遠都是在最底層 他只是員工 那你要怎麼去經營 怎麼跟其他地方做競爭 那是每個球團要去努力的 我都會想要看一會 我可以看一會 我可以看一會 看一會 我可以看一會 多點用 那天